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周末两天举办北馆艺术交流活动 今年以台湾重金属派对为主题 邀集了北中南14个各剧特色的子弟宣社团队来进行大会演 各团以牌子戏曲等等节目来敬演 互相观摩切磋 今天上午迎审彩节开幕式更复刻了庙会的情况 欢迎民众共享盛举 超罗达鼓配合唢呐吹奏 来自各地的北馆子弟宣社 排出长长队伍采接游行 为年度北馆艺术交流活动揭开序幕 传艺中心请出园区供奉的文昌帝君和戏曲祖师爷 坐上神教参与绕镜复刻传统庙会 沿途也分送200颗柑橘 让民众岁末年中沾沾喜气 依然传统艺术中心 今年以北馆朝台湾重金属派对为主题 邀集全台北中南14个特色 北馆子弟宣社齐聚宜兰 各团以牌子 右曲 戏曲等表演节目敬演 互相观摩切磋 总共参与的人数高达400目的人 可以说是近期近几年来的最大盛会之一 我们相信只要我们投入电影 只要我们不断的推广发扬 北馆音乐仍然会活跃在民间 北馆传入台湾超过百年历史 也被称作传统重金属音乐 在各世代的坚持下 得以传承下去 也成为当代独树一帜的音乐风潮 这里可以来报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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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